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Sikri出身的从今 与曾被针断为全身瘫痪的网红Pagy的婚礼上 因为男方弟弟的婚礼致辞 而在韩网掀起了热烈讨论 从今与Pagy于10月9号 在首尔江南举行了婚礼 在众多宾客的出席下 由一人全约母担任四仪 歌手Piggy和银苏宁先唱了祝歌 而Pagy的弟弟为两人朗读了祝词 以下是Pagy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的影片内容 10年前,我哥因为一场意外事故被诊断为全身瘫痪 我们全家当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在家户病房 哥哥总是微笑着迎接来探视的客人 等到30分钟的接近时间快要结束 轮到我时,哥哥已经筋疲力尽地迎接我 我感到非常悲伤 但我不能哭 因为我是拥有全身瘫痪儿子的父母的25岁儿子 尽管我不常表露出来 但我一直担心 如果哥哥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该怎么办 就在这时,我的嫂子出现了 不久前,哥哥和嫂子一起在健身房运动时 因为用力过度 结果释放出一些有气味的东西 当时哥哥问 琪云娜,有没有闻到一点味道 嫂子微笑着回答 有一点点,不过不用担心 哥先从一轮椅上移到别的地方 如果有问题我会处理的 这是Pagy的弟弟做了用鼻子闻味道的动作 我这辈子从来没听过这么令人安心的声音 听到嫂子这么说 我终于可以放下对哥哥的牵挂了 现在我要把哥哥交给这位值得惜赖的嫂子 琪云娜,对你来说障碍是什么? 我会回答 她是把我们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坚固纽带 我哥用这根坚固的纽带 把嫂子也紧紧的绑在一起了 嫂子谢谢你成为我的家人 哥哥真心祝你新婚快乐 这段结婚影片公开后 在韩网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有些人认为 这段注册没有顾及到从今的家人的感受 让人感到不适 也有人认为 这不应该是第三方评论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好像不是在找一个终生伴侣 反而像是在为哥哥找一个看婚一样的致辞 真是太让人震惊了 我看到评论才去看发生了什么 但在婚礼的致辞上 真的有必要这么直白的谈论现实吗? 虽然这些不是第三者需要插嘴的问题 但弟弟的注辞真的是最糟的 既没有趣味也没有感动 我看了只觉得那只是分享新娘性格好 对新郎照顾有加的故事 整体就是在表达感谢新娘的意思 大家好像有点过度解读了 婚姻是彼此成为对方的守护者 新郎这方的意思是 感谢新娘成为他们家庭的守护者 新娘父母的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 难以用言语形容 婚礼现场聚集了新娘的亲戚 父母的朋友 新娘多年的好友 这样的场合居然讲出那样的话 完全没有对新娘的尊重 Pakuy的YouTube频道本来的主旨就是 想展现残疾并不会对生活造成太大障碍 因此可以频繁的结婚 这才是感人的地方 但他这样说 反而让人觉得 残障人士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并不容易 说什么被残疾这条绳子绑住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大概明白为什么会引发争议了 不仅是那些话不必要 还有模仿文未斗的动作 这真的有点不妥 这种内容不太适合作为婚礼住词 真的让人感到不适 说到底婚礼住词这件事 真的值得闹得这么大的争议吗 就算住词有点不合适 也应该能就这么过去吧 两个人因为相爱才结婚 当事人自己也没去出问题 为什么大家要这么激烈的讨论 我也搞不懂这到底是为了谁 这样的争议对当事人来说 反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伤害 我对住词本身没什么意见 但既然他们选择公开到YouTube上 大家自然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 既然不是当做私事保留 而是公开在网络上 那别人投论也是正常的 如果不希望他人议论 就不该将他公开在YouTube上 即便如此 新娘还是选择和他结婚 或许他只是身体不便 但对新娘来说 情感上可能是非常大的支柱 只要他们幸福就好 祝他们幸福吧 所以对于弟弟在婚礼上的致辞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